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月具 这一盆月具 刚开拜花之后 给它修剪了 还没到10天的时间 它冒出了非常多笋芽 看上这里非常多的芽点 那么在它的生长期 我们就给它充足的养分 才有利于这些新芽 长得更加顺素 大家看上这条鞠杆上的新芽 长得非常多 而且非常粗壮 因为这些新芽太多 它稍耗的养分也是比较多的 像这些新芽特别多 那么我们就要序量的把它摘掉 一两颗比较瘦弱 瘦小的芽点 像这一颗比较瘦弱 我们把它摘掉 那么为了新芽长得更加粗壮 就要给它养分充足 这样才有利于新芽长得更加粗壮 现在是生长期 以蛋肥为主 就有效地促进它快速生长 那么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因为月具它是喜欢大水 大肥的植物 这样才满足它的所需求 天气比较温热 我们使这种蛋肥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种蛋肥它可以促进植物 生长旺盛 还有就是使叶片更加肥大 叶色深绿 可以增强植物的光河作用 准备好1000毫升的清水之后 兑入一克蛋肥 把它撒进去 让它完全溶解之后 我们再给它浇入一次性 把它浇透 每隔20天使用一次 我们使用三次蛋肥之后 就可以使用这种磷酸二青甲 这样的话就有效地促进它 快速的花芽分化 因为月具花我们养护的时候 只要满足它的所需求 它开花是非常勤的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